小明咱继续呗 嗯好 下面咱们看看这个 OFPF中邻居关系的建立 咱俩咱们邻居关系建立 就不以复杂的这个网络 邻居关系建立肯定是两台之间的 是吧 咱就以两台路由器为例 看看这个邻居关系怎么建立的 好 下面咱看这个A和B两个路由器 它俩是一个网段的 是吧 这是以太口的 大家只要涉及到一个网段 A和B肯定要选择DR和BDR了 肯定要选择 就是这种以太网 一会要介绍这个 多路访问这个环境 这就是一个多路访问环境 以太网是一个多路访问环境 咱先简单看如何建立的关系吧 DR BDR一会再说 好吧 这个是一个5.1一个5.2 看看这个开始情况下 这个建立的关系 你也知道是通过海洛包 具体是A发海洛包 还是B发海洛包 这是随机的 肯定要 它这个海洛包肯定是随机的 咱就以A为例 比如A 当然这个邻居过于建立过程中 有几个状态 这我们当时看路由表的时候 这可能会显示几个状态 你遇到这相对原因 怎么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但一般情况下是看不到的 因为OFPF路由建立过程 这个时间特别快 有的时候可能这几个状态 你看不到 比如这个初始状态 你几乎是看不到 这个2A状态有可能能看到 就是它这几 一共是七个状态 下面一一介绍 就是邻居关系建立过程 就是在建立邻居的过程中 就会出现这七个状态 如果你在运行OFPF路由器 如果邻居关系建立特别快的话 这状态你肯定有可能看不到 要看第一个 荡状态 就是假设A先给B发一个Hello包 是吧 荡状态还没发包 这是二个状态 第一个荡状态 荡状态 荡状态 它就是这个荡状态 没有了 就是建立邻居关系的前纵 没建议关系之前 比如我们人为的 把某个端符给它荡状态 那这时候两个邻居关系就是这个荡状态 一旦一个路由器起来了 或者是接口 荡状态 我们把它弄荡状态了 这时候我们就进入初始化状态了 初始化状态 也那时候 这都是英文单词在这个 首几个字母 完之后A或者是B 咱这里就以A为例 发动海洛包 它是以什么方式 主播广播 还是什么方式发动呢 这个是 看这是主播 主播地址是不是 对 有可能它还有别的接口 连接到别的路由器 咱现在就以两个路由器为例 OSPF也是以主播方式 对也是以主播 EIGRP也是主播 是244.0.0.10 10是吧 对 Rip是09是吧 Rip2是09 对 看它这个初始化状态 完了 它开始发后来包了 里面大致的信息 把这个路由器ID 它这个路由器ID 以这个 以这个接口的IP指 为例了 是不是 发送的时候 像建立邻机官 是初始化的时候 他把这个海洛包 带他自己的路由器ID信息 发出去了 他是广 主播方式发出去 这B还没收到呢 就是初始化状态 是不是 嗯 我还没看到谁呢 他就是把这个包发出去了 对 啊 完之后路由器 这这时候经过一定的周期 以外路由器肯定发现了 肯定发现 这个 他有可能他过一段时间 达到一定时间 他也发海洛包 是互相的 互相的 他也是我路由器ID是多少多少 哎 这时候他 呃 路由器B可能收到了 路由器A发送来的相关信息了 嗯 你看 这我看到了 这个我已经发现17216 他先发那么在这个环境下面 哦 我看到了一个 这个这个 呃 A的相关海洛包的信息了 是吧 完了他给他回应 我是谁谁 就像你和一个外有人打招呼 或者和朋友打招呼 Hello 对方跟你个回气一样的 是不是 啊 啊 完了路由器A相对应这个 列表里什么接口是什么 双方 现在开始交互了吗 就突围状态 达到处围状态 一个是处置化啊 嗯 是吧 嗯 处置化状态 先发海洛包 才成为处置化状态呢 还是先有处置化 先处置化完之后 开始发海洛包 啊 嗯 大状态一旦那个接口起来了 就开始处置化了 完之后才开始发动海洛包 啊 啊 啊 完了处置化完之后 他说 那这时间是瞬间的啊 啊 他就啊 这个海洛包里就有什么相关应用的信息 就发出去了 嗯 啊 这个B路由器 他会监听这些主播地址的啊 啊 他收到了一个 如果这个海洛包 A发动海洛包 比B如果提前的话 啊 那他肯定监听那些地址 收到之后 他就给他回回这个相对应的海洛包 嗯 两方面后 开始互相通信 就达到突围状态 啊 突围状态 那样的 时间很短的 嗯 之后 这个A B A和B的路由器可能里面这个啊 路由信息不一样吧 是不是啊 就开始进行啊 交换的初始状态 It's change start 就是要交换 没交换之前的 刚刚开始交换数据的状态啊 啊 就是准备要交换数据啊 准备要交换数据的啊 那那个那个瞬间那个状态啊 啊 这个DVD是什么来着 DVD就是BATH Date base Discretion 对对对 那个那个状态包 不海洛包吗 刚开始建临近的时候啊 现在到处于状态 其实他邻近官已经啊 建完了 啊 啊 就接近接完了 对啊 接近接完了 还没接完 直到交换完数据之后 这个邻居官也才完成啊 是吧 你看 A to change start 开始嘛 完了这个A 大致的信息就是啊 他告诉他的他的路由器ID是多少 啊 啊 然后B 你看这个B给他啥 也就是这两个路由器在交换相对应数据 他要比较路由器的ID大小 啊 ID大小 看到吗 比较啊 啊 我家 你看 也就是谁开始发起啊 发起这个交换的这个这个这个状态 是这个路由器ID比较高的这个 啊 这不路由器ID172165.3 这个5.1吗 嗯 他俩通过这个啊 通过这个比较这个IP地址 看他这个啊 这个路由器ID比较高 嗯 他还回口也可以 老师不说过嘛 有可能这个路由器ID是还回口 是不是啊 嗯 这里就是以接口为例了 接口的IP地址为例 他这个接口IP地址高 他就先交换数据了 也就是接口高的 就是路由器ID高的 把他的所有链路状态数据库 就是DBD 嗯 啊 书户描述信息啊 也就是他啊 所有的这个啊 链路状态这个数据库的信息 啊 一个总的嘛 链路状态数据库信息 又给他了 完成后 A 开始把他的信息再给这个 给B 这是交换状态 结束了 哦 这是前几个状态吧 对 刚才那个状态就形成了那个DR哦 DR啊 啊 DR R267 啊 这个 这个和DRBDR没什么关系 还没有关系 啊DRDR有可能在 在他俩在 建立邻居关系的同时 在在在在 在其他进程在进程了 进行的啊 这个只是交换一些数据信息 啊 交换数据信息的内容 嗯 是吧 嗯 完之后啊 互互互交换这个 确认信息 看看 刚才老师说了这个 这个 DVD这个数据包是需要 确认呢 啊 海洛包没需要确认吧 刚才这个图证是没有 没有 海洛包 嗯 刚开始发动海洛包 没有确认 对 随机的周期 嗯 他会自动就发动这海洛包 不需要确认 DVD这个数据包 他就需要确认了 对 是吧 互相发动 发动这个 LSACK 哦 是吧 嗯 嗯 完之后这个 哎 开始请求了 嘛 我需要这个 练路状态请求 这个 需要这个17216.2 6.0 这个 路有条路 哦 这个 刚开始 这个交换状态 只是一些这个 汇总信息 看到没有 练路状态 数据库的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 相对的 也就是现在是 啊 DVD是交换数据的前奏 哦 DVD 嗯 是交就是数据库描述包吗 嗯 描述我数据库里有哪些 哪些这个路由条目 你那里没有 只是沟通这些信息 啊 还没有进行完全数据的交互的 嗯 到这个状态 loading state的状态 才是进行完全数据库 是吧 这个A A开始 这个 确认这个 DVD包确认之后 完了之后 发动LSR请求了吗 是不是 嗯 啊 刚才因为他 啊 DVD包交换了之后 这个A发现 他没有到17216.6.0 这个网段的路由信息 就发动请求包了 是不是啊 啊 完之后 这个啊 这个B给他一个更新包 把这个相对应这个 啊 路由条目放到更新包里 交给他 哦 这个请求包 LSR 这个包也是由 那个 Router ID小的那个先发起 对 啊 啊 这在这个环境下 这不是他先发的 啊 是不是 嗯 嗯 完之后他这个他给他 把把他更新条目 嗯 啊 要72的要6点 这个5.0 这是弄错了 啊 啊 啊 6.0他这个这个没错 这应该是后面这个他连的网络 后面还有一个6.0网络 对应该是6.0网络 给他了嘛 哎 完了 进行下 的确诊 哦 这个就是整整个这个建立邻 邻居的过程啊 到这个整个数据铺这个同步的过程 一共是这7个状态 嗯 哎呀 当状态 初始化 双向状态 去交换数据之前 嗯 开始交换 之后交换 到最后的这个loadings啊 就是装在这个状态 最后就是完全一致的 双方数据铺 啊 这整个是这个邻居这个邻居建立的整个过程 嗯 刚才你又问老师这个DR和BDR 是不是 嗯 他和这个邻居建立的过程 他是同时进行的 同时进行的 同时进行的这两个问题 啊 但是选择DR和BDR的话 咱们不以这个环境了 嗯 以多点的环境吧 好的 啊 当然如果是这块如果不是以太往链路 如果是点对点链路的话 是不需要要选举DRBDR 嗯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是不是啊 咱们先 先 说一下这个选举DRBDR的环境吧 哦 我一会再说这个为什么踹行链路不需要DRBDR选举 踹行链路就两点啊 从我这到你最端 一般是广域网上 是吧 咱先看看这个以太往上的 啊 就是把这扩展一下多个路由器了都在以太往里 就这个图啊 嗯 假如这几个路由器都连在一个这个交换机上 嗯 我们把这个以太往这个或者是这什么令牌环这个环境叫 多路访问 multi access 啊 多路访问 啊 嗯 广播网络 啊 就这种一般的是什么以太网啊 什么令牌环网之类 他令牌环网 他就不提了 咱就提以太网 嗯 就以太网这是这广播这种网络啊 啊 我们把它叫mbm mb a 啊 多路 啊 非广播多 啊 这个 A大写吧 嗯 这个有啊 这个我们把叫 b b bm a 叫 这不b就是个 broadcast的 啊 正写也行 把它放前面也行啊 这样看的啊 顺一下因为那个大型 啊 叫 广播多路访问 啊 广播多路访问的网络 嗯 就是这种以太网 令牌环之类的 啊 啊 我们以后要介绍到这个 nbmb 那这不是广播网络的环境 是这样的 我们所说的BMV就是这种以太网 就是广播 它会数据交换是广播式的网络 以后讲的这个振动剂 就属于非广播多路访问 这个简单有点印象 咱先主要了解广播多路访问这个 现在这个环境就是广播多路访问的 这点肯定要选举DDR和BDR了 选举DDR BDR了 老师就不改了 广播多路访问 这个显示多路访问广播网络了 一样 其实是一回事 这时候选举的时候 就所有的 所有的路访问和DDR和BDR建立的关系 比如你看 就以这个图为例 这个上面 左上 右上 这不选举DDR了吗 假如这是ABCDE 这CDE和AB进行了一些领域关系建立 CDE之间不会建立领域关系的 那 小明总的 那老师 那你 他为什么和他不建立领域关系 为什么只和DDR和BDR建立领域关系 怎么去操作的 这就跟那个监听力地址有关了 你看下面这些条 你看这个 这个主播地址看到是什么 224.0.0.6吧 是不是 对 我们就是 在选举DDR和BDR这种 广播读书访问网络中 这个DR和BDR 这路由器是 监听224.0.0.6 这个主播地址 那这 其他的路由器 我们把它叫DR 啊 DR 就其他路由器 就是 非这个DR和BDR以外的路由器 这些路由器是 监听224.0.0.5 那个地址 所以说监听地址还不一样 监听地址不一样 所以他交换信息 就通过这个监听地址来 他怎么知道 他和DR和BDR交换 不和这个非DR和BDR DR的交换 他就通过这个IP地址来区分 这是这个主播多 这个广播多路 访问网络选举DR和BDR 但这个选举DR和BDR的原则 这个是DRBDR 也就是这个其他这个DR 如果想和DRBDR交换数据的时候 要往这个主播地址发送 就DR和BDR 监听这个地址 其他的路由器监听到.5 所以说 他根据这个地址来决定 是怎么建立的关系 是吧 好 那咱下面老师看 帮你解决一下 这个DR和BDR怎么选举的 谁可以当DR 这个网络可能有十多台路由器 是不是对几十台啊 谁当DR谁当BDR 看看DR和BDR的选举规则啊 我那个咱们那个DR主要作用是为了什么啊 啊 行 老师再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DR英文全章指定 Direct 指定路由器 啊 就是咱们为什么要选出来一个这样的DR 啊 稍等一下啊 老师把这个啊 Bag 啊 备份 啊 备份指定路由器 等待会就忘了想想想为什么选DRBDR啊 啊 比如这个网络现在不是五台是五十台嗯 五十台的话根据咱刚才那公式得得建立多少个理据如果如果不选DR和BDR就N乘以啊 这除以二那样对那就好好几十个如果一百台几百台的那个网络环境呢啊那你说这个这个这个链路上你处理建立邻居关系的数据就得多少啊对 所以说我比如这个这个网络里有五有五十台路由器嗯我就需要两台我就其他所有东西就和这两台交换数据啊 嗯那能能能几能几几十多位 就相当于把把把把宾一个山探选出一个首顶没首顶的话乱套了嘛好几百人如果一两个人没首顶行了啊啊几十三百人的话你肯定得选个头对头一旦死了还有个BDR但那副副手的啊 副手把他替换了嘛啊這是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啊减少网络流量呢啊 提高那个带宽的利用率 是不是 就是以后是吧 其他那个DBR AZR的路由器都去找路由乔摩 什么都去找DR一样 是吧 但是这环境得是这个 刚才老师介绍的这种 这个广播多路访问 那种环境 点对点 链路一会儿老师再介绍 他为什么不需要选这个DRBDR 没有 其实想一解的广播多路访问 就两台路由器 对头完 是吧 那个一会儿再说 这个要知道 这个DRBDR的原则 为什么要选呢 那这主要 主要作用就在这 那下面老师看 这个如何选举DR和BDR 选举DRBDR的时候 要比较这个 路由器的优先级 海洛报说 有这个路由器的优先级 路由器优先级 下面咱看这个DR和BDR的选举原则 选举原则 当然这个在海洛报中 咱回去看看这个海洛报 这个包类型里面 你看这包类型里 是不是都有个Root ID 对 有个Root ID 是吧 那就他 他肯定要 要比较相对应的 这个字节里的数据的 咱看先比较长 先比较长 最开始是比较海洛报 这个海洛报中 这个路由器的优先级 选举DRBDR的时候 我们因为他这个选举DRBDR的时候 他也要发送海洛报的 海洛报中有个字段 海洛报中有个是优先级的字段 海洛报 大家刚刚报头结构 咱们没种包类型 老师也没弄 弄多 这个是只是这个 就比如包类型 是不是 对 这个是比如这个 不五种包类型 比如说有海洛报 海洛报之后 肯定还有其他的相对应的字段 之后会 里面肯定会有优先级的字段 他先比较海洛报中优先级 某种情况下 优先级都是1 这可以配置 如果是优先级 你手动配置优先级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认为去控制 优先级Priority 海洛报中的优先级 如果这优先级相同 默认是相同的 都是1 都为1 这时候就比较路由器ID了 路由器ID值得选举规则 是不是 什么物理口 有环游口 环游口最大的 那个老师就不多同步了 这个Priority 默认是相同同意 但是如果你说 我就想把哪个设置成DR 你可以人为控制 我就把他优先级设置成高的 他默认是0到255的 可以人为去通过命令配置 你可以让他路由协议自己去选 比较RID 通过这RID的命令 你刚才你不有个疑问吗 邻居关系建立的时候 是不是 他也在这个过程中 就伴随这个DR BDR的选举了 我在哪个状态 我有个路由器ID 这时候他也就肯定是会比较路由器ID 也就是把DR和BDR选举出来 这不DR吗 这图然已经标出来了 路由器ID大了 就把它选成BR DR的 是吧 这个是比较RID RID如果最高的为DR 最高 如果是priority 如果设置的话 也是最高的是 默认相同 RID一般不建议手动配置 次高的那就是什么了 BDR 是吧 还有一点要注意 这优先级自断 这优先级 这个这个这个啊 priority 优先级不可以设置吗 对 priority 如果默认是以设置为零的话 设置为零 这那这这样这台路由器就成为DR字了 哦 就成为DR字了 如果这个也就是他不参与DR和BDR选举 如果你把它优先级 嗯 设置为零 所以说这个啊 在一个多种法律网络中说DRBDR和DR子你可以认为得去选举了 对 是不是啊 啊 你可以你就设置它优先级就完事了 CDRC BDR 完之后选举完之后这个DR所有的DR子和这个DR和BDR建立了你关系 嗯 啊 通过通过24.0.0.6这个断口啊 我的DR乐监听24.0.0.5的断口 哎 这是DR和BDR的一个选举规则 这个有没有什么意义 嗯 他也是多拨的啊 也是多拨的啊 另外有一点 嗯 小明在这里老师给你强调一下 这个DR和BDR一旦选举完成的话 嗯 我打开一个网络环境吧 嗯 比如在啊 在这个环境里啊 DR和BDR一旦选举完成 因为这个路由器启动啊 启动销售序有可能不一样了 对 咱这都有环维口吧 嗯 啊 以环维口的最大咱这都有一个环维口 就环维口那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啊 Root ID了 对 假如这个R1RR它先起来了 嗯 这个R4后起来了 嗯 啊 经历几分钟之后啊 这R4后起来了 那你说这个网络环境中谁谁会是DR 谁会是BDR 啊 不是这款假如是啊 不是这个啊 假如这现在假如这几几几个路由器都连在这个交换机上啊 假如都连在交换机上啊 不连在一个交换机肯定是不同网段不一一个网段肯定要选举一个DRBDR了啊 这是啊 广播多路访问吧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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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下这一个网段就属于一个广播多路访问了是吧 嗯 看就看这个环境嘛 看这个环境 你看看 这样啊 这么ABC嘛 嗯 假如这个DRBDR没选举成啊 这是D 这是E 嗯 他们那个啊 他们的这个环境口地址都是分别是1.1 ABCD到E啊 都是1.1 2.2 3.4 4.4 5.5 这个是5.5 啊 假如ABCD先起来了 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啊 E后起来了 嗯 你说这时候谁会随 假如ABC和D是同时起来的 这是后起来的 嗯 你说这个谁会是当前这个网络环境中的DR 啊 后起来那个他的地址是5.5.5 5.5最大的 会不会把他们几个就是重新来选举啊 啊 老师现在就问你这个问题呢 啊 我觉得可能可能 可能 它会成为DR吗 最大的这个 会重新选举成为DR吗 嗯 这点就是老师要跟你说的 小明记住啊 嗯 这个就是这个DRBDR选举的非抢占性啊 嗯 非抢占性啊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路由器在网络环境可能有启动的先要顺序 嗯 一旦这个啊 这个啊 比如这个刚才这网络这四台路由器先起来了 他已经把DRBDR选举来了 再有一个这个啊 优先级高的 起来之后 他也不会啊 替换的这个当前网络环境的DR和BDR啊 除非你所有的啊 路由器全从启动 他会一而且是一啊 几乎是同一时间起动 他才会重新选举 啊 所以记住这个 或者是说在这环境中 这个起完了之后 他不是5.5 5.5.5吗 嗯 这四个再重启 这个不动 他已经起来了吗 这四个再重启 再重新选举 那肯定是5.5.5被选上这个DR 哦 这就是非抢占性啊 非抢占性 嗯 需要重启才成 我明白了 那那种情况就是说 ABCD是吧 啊 这四台机器是吧 他们已经选举好DR和BDR了 是吧 对 比如说DR是C 然后BDR就是D 不是 DR是D 然后 这是DR 啊 BDR是C啊 那就是说当DR是吧 这台路由器坏了 啊 那肯定会重新选举 这DR如果坏价的话 这个BDR会马上替换DR的工作的 啊 他在环境中不有DR DR和BDR你说那种情况 就是这个 不管这个这四台不已经都运行正常 DR已经选举完了嘛 啊 这DR当掉之后 这BDR马上会替换DR的工作 啊 他俩的数据会同时同步的 啊 随时同步的 啊 这个时候就是BDR 那其实这时候也不用说 BDR 你既然他选举选举成BDR 这个DR已经摊掉了 他肯定是入台率最大的 啊 是吧 优先率最高的 是吧 嗯 有什么疑问没 嗯 如两同时谈掉 啊 如果如果这个这个BDR谈掉的话 这个肯定会在AB中还选举选举 啊 假如说就是舞台都开启的时候 啊 然后现在是吧 DR是D Router D 然后BDR是Router C 啊 这舞台机器都开起来了 啊 然后 同时开启啊 啊 已经开启了 啊 然后D Router D是吧 C 啊 然后C会成为DR是吧 然后 然后那个 如果你同时开启的话 你这同时开启的话 那BDR BDR 你的意思是还没选举呢 他们就是已经选举 选举好了 那同时开启的话 那不可能他成为DR啊 他最高的 如果同时开启 他肯定成DR啊 他不能成为这个DR 啊 如果同时开启 这个大的会成为DR 小明你的意思就是 这四代路由器同时启动 DR和BDR已经选举好了 啊 选举好之后 这时候BDR启动起来了 是不是啊 对 这时候DR荡掉了 啊 荡掉了 这个刚才老师不说 这个这个网络上 具有非挑战性的原则吧 他这个啊 BDR肯定会代替BR 他成为DR了 啊 这时候其他三代路由器会选举 去选举这个BDR 那高的就选举成为BDR了 啊 明白 是不是啊 所以说老师给你刚才说了这么多 主要是告诉你是非请 抢占性的原则 对 如果想抢占的话 肯定是要重启的 重新进行这个DR BDR选举 才行 这个是DR和BDR的 还没有 下面看看这个点滴点滴点滴 这个蹿滴滴滴 老师说了 是不用这个DR和BDR的选举啊 嗯 没有DR和BDR的选举需求 嗯 这个也也老师觉得也没什么 他就在一个踹行的就两台路由器 啊 你看这个 这个OFP还自动政策这个钻口类型 它是踹行钻口 就不用选举DR和BDR 没有那个BDR了 对 没必要了 就是一个邻居关系了 嗯 啊 就是一个邻居关系 OFP2F直接把包发送到这个多拨地址 24.0.0.5就就完事了 啊 他能收到了 他俩就邻居关系了 啊 这种环境就 没有必要在选举DRB 记住篡型链路啊 或者叫点到点链路 啊 这种S口了 哦 下面看看这个 老师给你讲了好几个路由协议了吧 他这个度量值很关键吧 嗯 是不是 对 啊 路由协议算法 提到这个路由协议算法 就提到他这个度量了 嗯 啊 Metric值 嗯 要不要再来一下 练路状 那 练路状态路由协议 那稍等一下吧 稍等一下 咱休一会再介绍这个路由协议的